快遞商C to C by 邀您共賞小姐不惜地 我們才不幼稚呢 我們只是心裡住了一個小男孩而已 你能說你不幼稚嗎 我什麼時候幼稚過 我們大概有五十集的開場 你都是以右手先開始 然後在想說我要講什麼 我沒有 我先想好了啦 我稍微想過了 那你為什麼右手一定要這樣 因為你不覺得這裡有一種動漫人物出場的時候 所以你又不幼稚 我就知道你一直想說動漫人物有那個什麼 有時候會這樣 對 超能力開場的感覺 這不幼稚嗎 這才不幼稚咧 保持永保青春 維持樂趣 所以你心裡想的動漫人物是誰 很多耶 有時候會是像是那個 復仇 東京復仇者裡面的Mikey Mikey超帥的 你看吧 你也幼稚到爆啊 進行去 你要Final Season囉 出Final了 十一月還十二月 Final Season 真正的Final 排球少年出了沒 排球少年 新的一季還沒出 影子籃球員呢 這我沒看 你沒看 怎麼了 影子籃球員多帥啊 有人有看嗎 我沒有 影子籃球員 影子籃球員 影子籃球員你沒有看 你也沒看吧 我沒有看 你只是籃球員而已 中華你懂嗎 你要看 你有沒有看那個 有 要把存在感消掉 那你沒有存在感 存在感消掉 那個人就因為他沒有存在感 所以沒有人在乎他 結果沒想到他超級會得分的 對 我真的覺得現在台灣籃球 可以發展到這樣 算是相當好 謝謝 謝謝影子籃球員 但是我跟你講 我也非常愛看那個灌籃高手 對啊 必須看 我不相信你有看電影版 電影版我沒看 有啊 電影版你覺得說得過去嗎 怎麼可能沒看 他主要的那個 那個那個是工程嘛 大家都在想說 我就問你說得過去嗎 主角怎麼會是他 工程當主角有什麼問題嗎 他是一個控球後衛 他在場子上面 抓到啊 不要講話心虛喔 你現在的膝蓋 你最好是坐著住看電影 真的 真的受不了 你看了大概前面預告 痛夢就發作了 怎麼辦 所以我們是 我們五個算是 這些還滿能聊的 因為剛剛左邊 動慢 我可以 一片直徑 我沒有看什麼影子籃球員 我只看到胖子籃球員 我也了 謝謝 謝謝妳知道 他現在已經不是籃球員 他現在是教練 教練 他會叫籃球員 你打架的那個 真的 不是 是別人在打架 他不會過去 對 別人打架他不過去 他會不會 前前後後這樣 你們 你們 對 就很像那個 玩電玩壞掉 要去不去的 壞掉 Bug 他就 NPC NPC 我也很想上去 你很會模仿 NPC嗎 NPC 他很像嗎 我講那種主題 你叫什麼 星際人 星際人 好笑喔 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子 他在球場就是這樣子啊 好 原地 原地 我以前打球 你哭我我懂你了 我以前打球 又跑得快的時候 現在就跟我兒子一起看 蠟筆小新 你知道可以跟蠟筆小新嗎 還是妳會跟妳兒子一起看 台語 台語劇會看嗎 你們會一起看台語劇嗎 說到台語劇 我們最近有一個 很好看的台語劇 真的假的 已經在上檔了 什麼 剛剛好就叫做 阿借 所以阿哥 阿借 阿哥 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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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好不好 我們宣傳一下 阿借 我想問的是 阿借 不是阿借 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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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 超時跟華視 阿姐 昨天首播了 對 昨天首播 收視率好不好 昨天收視率很好 我們播出之後 馬上就要上了第一名了 真的假的 厲害 厲害 阿姐 我們也是東森的節目 你想跟我們搶風頭是不是 沒有那個意思 不管是哪一個時段 我們都是東森的節目 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那更要看這個 我們可以修復 修復的關係 我是一個殘破的心 我沒有理會 那你更要看 每次有東森的節目或戲 你敵意都很重 其他電視台 你反而就沒有在計較 我用來轉身最重要的人 有一天我要跟高盛開會 你們分手了 那是開什麼內容 我不在乎 我坐進去就好 為什麼 怎麼樣 全場最幼稚的人 對啊 幼稚到爆 幼稚到爆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姊姊啊 好 姐弟都幼稚 好吧 那張宇你剛剛說 你們說會看台語劇 那你們平常會看書嗎 如果說 你什麼意思 平常會看書 我到最近有一個很好看的書 我先跟你講 我個人很不贊同他的說法 怎麼說 他的名字取得完全被我惹毛了 什麼 有出書的人自己講一講 你的書名叫什麼 別讓世界躲走你該有的燦爛 怎麼了嗎 還有一句 余生只需要取悅自己啊 有可能嗎 只有嗎 沒有 我問一下 你剛剛晚餐在吃什麼 你是不是吃一大堆薑片啊 我剛剛又去拉肚子 然後拉完之後他們說 還有那個你的書 然後我說書名唸我聽 然後我一唸 我就說 沒有 請問 我有三個小孩 一個丈夫 公婆 還有媽媽 兩個姐姐 然後又一堆什麼 外甥 請問我是 余生要怎麼樣 取悅自己 可以 你可以有一天想逃 就逃走 你自己開心就好了 你自己開心就好了 我投去哪 就是還是要付上一些代價 但是人生最後 你只要討好自己就好了 不可能 你一定是單身對不對 我是單身沒錯 只有單身的人才會講這種鬼話 還是要先說一句話 阿孝敏自己說的 他投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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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寫這種 讓他生氣的話 就是 可是這是真的 就是以前可能 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 你去結婚看看啊 你去結婚看看 甚至還看看 可能個人還沒到那個 我跟你講你就不要 終身不要結婚 你就有卡 我就一直完成這件事 我就一直做這個樣子 不然你問哈孝遠 你覺得你有可能做到嗎 不可能 我每次回家 我都要在車上待十五分鐘 我不想回家 我在地下室 地下室已經沒有收訊了 我老婆會從家裡 到地下室來抓我 我怎麼可能取悅我自己 中華也是 那你有老婆小孩 有 你覺得你餘生可能 只是取悅自己嗎 無法 我連車都不能騎了 你連暴走子都退出來了 對 可是人家來打輸 你又要理他 對 你的輸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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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有提到說 沒有看不到 看不見 好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 而搬出去 卻往往卻差點露出 露宿街頭 對 因為我其實小時候 是在季洋家庭長大的 就是我是 算是開朗的孤兒 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即便經歷很複雜或不好的環境 你還是可以選擇自己想要活出一個 陽光版本的自己 所以其實你的身分 一開始是孤兒 但是你憑著自己很正向的想法 走出了今天這條路 對 快樂的孤兒 可是你會偶爾想到一些什麼事情 還是會忍不住落淚或什麼的 還是會啊 譬如說看到婚禮那種 我就會想說 看到婚禮 你是很感動才落淚吧 不是 就是看到爸爸牽女兒 我都會想說 就是這一部分的時候 都會想說 那誰可以牽我出來 這種時刻就會特別感到 我跟你講 真的不要走進婚姻了 好 就是 我不要走進婚姻了 完全擺錯重點 對 不管誰牽你 你只要一走進去 你就再 你就會寫下一本書了 叫我結婚了 這樣有續集可以說 對 你試試看啦 未必你會有新的感受 好 誰敢啦 所以裡面是有寫你 從小到大的故事是不是 對 因為我待過七個 不同季养家庭 然後寫了不同季养家庭的 一些故事 然後中間的轉折 然後到現在怎麼 活出自己覺得 有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因為這七個季养家庭 一定不見得每個都對你很好吧 都滿差的 就是大家想像得到的 都有遇到這樣 一些家暴啊 一些比較黑的 對 但看不出來我是這種環境的吧 對 因為你每次上節目 都是一個很花朗的美少女 對 所以我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即便你經歷不好的環境 你還是可以活得很開朗很正面 好 那這樣我願意看 好 謝謝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好 希望你新書大賣囉 好 謝謝 讓大家看一看不一樣的那個小綺炫 沒錯 她其實人生經歷其實非常的豐富 然後可以活成這樣 對不起 好 謝謝 謝謝 而且安妮亞也是孤兒啊 誰 安妮亞 你說Sky Family 對啊 對 而且她現在那個繼父多帥 對 黃昏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女人最受不了的男人行為 其實我們有列出一個排行包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 第一個呢 有骰宗嗎 骰宗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有 遊戲動脈讓她熱血沸騰 骰宗算遊戲嗎 也算是遊戲 算骰宗嗎 只有一點較勁的意味 骰宗算遊戲 算遊戲 我們現在要 受不了的這一放假想看 你們最受不了的男生 他們怎麼樣 遊戲動脈這一塊 你們有遇過這種嗎 我好像很容易遇到 男朋友很愛玩遊戲動脈 我甚至遇到玩到變成 職業選手 然後那種 花上百萬都有 就只因為一個手 可是她如果當上職業選手 她如果贏的話 可以賺很多錢耶 可是我撐不到她 那個時候我就分手了 因為就是每次約會 我就一直等她打電動 然後整個週末 就浪費在那 我們就只有週末可以相處 可是整個週末 她都在打電動 因為我當時還愛我老公的時候 她有一段時間 妳現在還愛她 妳都愛她 我當時我們還在激情期的時候 她就已經迷上了魔獸世界 然後本來一開始很激情 我們還去夜店一起玩 然後後來想說 然後後來魔獸世界出現之後 她就一直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大概看到第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好想要從後面這樣 K她後腦勺 想說怎麼可以窩囊成這樣啊 就真的看不下去 然後後來就是有恐嚇她說 妳要窩囊成這樣 還是要窩囊成這樣 然後她才 她 要選窩囊嗎 妳要選窩囊 妳去當窩囊成這樣 妳去玩啊 你給我滾啊 我換製作人啊 我換製作人 然後連連都在 高層 高層的電波打了她 對 打過 高層快點 他們在下來的路上 他們在下來的路上 來 高層最厲害的高層是誰 高層快點 那我要說她的名字 不要亂接話 而且我那個男朋友也很愛看動漫 他愛玩遊戲就算了 他也很愛看動漫 動漫我覺得OK 不是 他看到有點 不太尊重的地步 是譬如說我們今天看電影 我就突然發現一個亮光 他猛滑 我以為什麼重要的事情 什麼東西值得一直滑 他在滑漫畫 就一直滑 漫畫 我們在看電影 對 他就覺得精彩的部分在叫他 是色系漫畫嗎 沒有 他就是各式各樣都看 他的那個漫畫APP 裡面百分之九十九%他都看過 因為看過會有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會顯示你已經看過 他這樣一直滑一直滑 九十九%他都看過 所以那最後導致你們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聊到感情問題 這要講很久 他有叫你打扮成動漫裡的某個角色 然後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是很 浴火焚身那樣子 應該是沒有 但他會一直強迫我陪他看更多 就不對了 要 真的要 巴鈺都會 對啊 他會 他一定是有扮過吧 對啊 你是扮哪一個漫畫 你可以扮那個攝影 少女裡面那個奶奶 頭很大 湯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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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要挑這個 因為他長得有點像湯婆婆 可是你從哪裡發現我像湯婆婆 眼睛什麼都很像 真的嗎 對 尤其這樣震娜的時候 我知道我長得像紫紮人 但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 超級帥 超級帥 我覺得湯婆婆比較可愛 好 我願意下次我來試試看 好 下次我們幫幫忙 看我老公會不會因為這樣說 好想要 劉翔有遇過嗎 有 我覺得另外一個 就是超多男生愛玩 是神奇寶貝 請教他寶可夢 寶可夢就是 就一直到處抓 抓就算了 我其實不太懂的是 他們會有一種比較心態 小師傅的 沒有 我覺得這可以 但他們會好像 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 另外一個人有在玩 就會 那你有抓到什麼嗎 就好像 比起來 然後我上次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 他只是陪我去辦一個東西 然後就看到那個店員 就是好像有在玩 然後他們兩個就開始聊起來 他怎麼看出來有在玩 就是他說什麼 手機上有一個視頻 然後還有一顆球 精靈球什麼的 對 有一些配件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看出來了 就看對眼 然後兩個就開始說 那你真的有抓到什麼 那兩個男生 一定要的 然後那個就說 什麼什麼啊 幾幾什麼樣子 什麼的 我就好無聊 然後就算了 後來就是 就是已經 超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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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沒有試著要融入 他的那個 我聽不懂 然後他們已經聊得差不多之後 就是有一方好像有一點輸了 他就開始說 那你有玩那個睡覺的嗎 睡覺的嗎 對 要令他買一顆球 睡覺的時候 也在抓手 對 然後就開始在說是喔 有啊有啊 然後就說 那你現在第幾集 還要說 比睡覺 對 看誰睡得深 我超不懂 然後就還有幾 因為那個睡得越沉 睡得時間 越長 可以抓到越多 真的啊 我真的不懂 這我不曉得 那你好睡覺 你們看路上兩個阿伯 就是逼小朋友睡覺 你要玩也好睡覺 酷什麼 看誰會睡啊 睡死 看誰比較會睡啊 對啊來啊 但是如果真人比的話 你一定最會睡啊 所以我可以抓到最多寶啊 對啊 我回去就買 欸 小時候我們上課還會玩Gameboy耶 有喔 紅版 藍版 黃版 對 綠版什麼的 我們也有玩 金銀版 瓜哥對打機 有人有玩嗎 有有有 上課第一次上天幾搖 買了買了買了 你在下面幾搖 他要搖 上課會這樣 上課會這樣 這樣做什麼 要解任務你要用搖的 OK 像這我就不懂了 這我就 對不對 沒有 太專業了 像好看的動作 我還可以聊 可是這個什麼東西啊 而且我覺得應該 就是講到這個漫畫 其實我沒有見過這種男朋友耶 因為我超級討厭打電動 然後但是我老公卻有另外一個 很討厭的行為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有 他不是漫畫迷 他是 是軍事迷 然後呢 每次他問我們說 那就跟陳維銘大哥一樣 超煩的 對 就開車開去哪裡 然後開到 經過桃園 然後他就說 我們要不要去哪裡逛逛 我想說好啊 去住個飯店什麼 他說 然後我就 就整個一片沈默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如果經過基隆 然後看到那個船 他就會說 你知道為什麼軍艦是灰色的嗎 為什麼 我跟你說 他是要逃避那個敵人的搜尋 然後俄國的軍艦是白色的 這很酷 好酷 好酷 我們最多只會去 比如說去日本轉扭蛋 他會有各種不一樣 什麼雷虎 雷虎坦克 什麼坦克 什麼坦克 那個我們會去擠 但是我覺得你老公這種很酷 可是他很可憐 因為我不會回他的話 對 因為我也不知道接什麼 我覺得好搜尋一下 就沉默 就沒了 這是一種很專業的知識 所以你會跟他聊起來是不是 我就會很認真的 聽他老公在講解這些東西 滿酷的 然後甚至陪他老公去講公民情 真的 我沒有正視 你去那邊要幹嘛 去睡覺 抓寶可夢嗎 抓寶可夢 去睡覺 睡覺 睡得很沉 甚至被叫大寶 重戒一下 小姐 布希莉的YouTube 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 小姐 布希莉的現場錄影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看一下還有第二項 Top5的第二項是 愛逞強 不願意認輸 我是有一次碰到有一位 算是大哥吧 然後因為他在跟我們一起 參加那個節目的慶功宴的時候 他不是我們節目裡的人 但他比較外圍 可是他就一直在我們的慶功宴上面 一直講說 電視台那個什麼總市長 我很熟 來…我現在就打電話給他 已經凌晨一點了 我現在就打電話 一定是喝醉 對 他有一點醉了 我現在就打電話給他 我跟他超熟的 你們節目 來 交給我就好了 什麼什麼 然後接下來呢 他又開始吹噓更大的 他就說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R開頭的那個 米奇形餐廳 那個什麼 弱… 我很熟 訂不到是不是 我跟你講 今天在場這邊所有人 二十幾個 我來訂 問題是大家也要一起去吃嗎 我一通電話 包茶 他包茶 你們都可以去吃 幾月幾號 你們現在給我時間 給我時間 我馬上訂下來 你們就去吃吧 然後就有人錄影下來了 就慶功宴完了隔天之後 我就問那個有錄影的人 我說那個大哥不是說 要請我們吃那個R開頭的餐廳嗎 不是說很難訂 然後都訂好時間了 他就說那個大哥 他隔天之後 馬上傳一個簡訊說 不好意思 我昨天喝醉了 然後就消失在這個群組裡面 自己退出嗎 消失 就算也不作聲了 潛水 對 也不是退出 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他的消息 找他他也不回嗎 我們就沒有想要 點破這件事情 要點破才要玩嗎 就想說 還是要留給他一點面子吧 因為他還是 他還是 一直想要賣他的人脈這樣 不說破 不說破 所以你們這邊有這種人嗎 我們日本二十歲的時候 有個成人寺 就是成人典禮 就是滿二十歲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一區有三所 國中高中 我們有一個類似 戶政術所吧 然後他會借一個場地讓我們去 然後我們就要聽他們演講說 大家你們成年囉 你們成年以後不能做壞事 你們做壞事 所以你們已經不是小朋友 但是我們參加前 我們可能是晚到十八歲 可能很多暴走族也好 有在混的也好 晚到最後一刻 對 然後就是成人寺的那一天 大家會覺得我最豪華的 特工服也好 什麼東西就是弄到頭上 弄到女生的和服可能變成短裙 對 就穿高跟鞋什麼 所以成人寺是最可以使壞的一天 就是去那邊就是炫耀 你看我這兩年沒有完暴走族 你看我變成什麼樣子 對 然後比較遜的 比較遜的他們還會騎得重 我們就這樣 小趴 我們已經開車 然後空倒 不… 我們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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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比較高級了 可以… 怎麼可能 我們只要有油門 我們都是可以的 我連那個遙控器車 我都可以 對 就是只要可以拉長硬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在台灣是開車嗎 對 開什麼車 沒有 我就是開一般手排車 然後也可以有 對… 因為我只要打空檔裡頭去踩了 我就可以全是我手把的感覺 你有弄給你兒子聽嗎 有 但是他覺得很吵 我以前很無聊 我騎車把他載到我前面 然後我就去跑山 我有自己的教育不能等 我要給他吃一個 教育不能等 你又錯這方了 中華 幾歲啊 你心裡嗎 你幼稚園吧 你心裡嗎 對 我就先給擋車把他擺到前面 去戴個安全帽 就走了就對了 然後一直弄卡通的聲音 對 然後從他前面 打長座坐後面 我還在弄 他一定覺得爸你好幼稚喔 他有沒有哪一首你弄出來 他說爸這首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就是自我 我覺得很開心 他應該會崇拜你啊 我也想到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幫不到 這太難了啦 現代歌我只能潑妞喔 以前 潑妞你兒子就不會喜歡啦 宮崎駿系列都可以駕馭 像嘟嘟嘟嘟就那麼簡單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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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 跟著爸爸 什麼驕傲的臉啦 沒有三連音 所以最難的是三連音就對了 對 三連音 你們籃球員應該打不住聲音來吧 有 他們還是跟 有啊 有啊 可以 你幹嘛自己反掉啊 對 誰要地球 自己Q掉 還要問你們 你們會不會明明迷路了 還死不問路 不能問路啊 不能問路 不能問路啊 問不到路啊 你不能問路 男生不能問路 誰規定的 尊嚴問情 很丟臉 而且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還會跟導航吵架 因為有時候導航 那個導航那個女神會跟你講 前方三百公尺請右轉 白癡是不是 三百公尺前方是海 怎麼走 怎麼轉 你一定要跟他吵 吵出一個結果來 可是真的是海嗎 真的是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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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希望去自殺 對 尊嚴家也是這麼幼稚的人嗎 死不問路 我很少問路 因為我方向感比較好 除非是 你願意放導航在前面指引你嗎 願意 可是我會想說 怎麼越走越遠 因為其實導航滿喜歡繞路的 對 而且 而且你走那個 最近的路有沒有 通常會到墓地啊 就旁邊是那種公墓啊 然後路越來越小 我想說 這個到底車能不能開過去 因為很可怕 你會 開到之後 你會覺得 前面好像不能過 而且好像已經 到一個深山裡面 你也不曉得 我明明要到城市去 為什麼 越來越開越 越不斷勁 所以有時候都會回頭開 所以所有的導航 都會想要謀殺人類嗎 是 是 怎麼不斷 我從來不用導航 我們島子裡面就是導航 你不用導航 大家都用一樣的導航 所以大家會走一樣的路 對 不是 大家會塞在那條路程 所以我會先看 OK 那我走另外一邊 每人導航路就是你這個 那如果你不熟的路呢 我一樣我會先查 譬如說 Google好了 Google是這樣算 那我就 那我走另外一條路 那如果你真的迷路了 你願不願意問路人 這我願意 你願意嗎 我願意 我應該會問便利商店 但還是一樣啊 對 我也問過 會問嗎 只有哈孝遠不會問 不行 不能問 那永遠出不來 不可能 你總有一天會出來 你總有一天會出來 你總有一天會出不來 你家越來越遠 你家越來越遠 那應該就是你故意的 沒有 我有一次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 就從宜蘭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比如說你走那個 就走那個雪 雪水 雪水其實很快就到了 對 但是那一次我就是沒有問路 因為我們在一個比較離雪水 稍微遠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我就說 我跟我老婆說 這邊絕對沒問題 絕對是開了四個鐘頭才會 才會到家 我們先繞到 你老公的氣氛了吧 賓海公路 賓海公路 對 賓海公路 然後中間我還繞到那個 石錠那邊去 然後我老婆說 你去石錠幹嘛 我說我們可以去拜個財神廟 這樣子 其實 對 但是不能問 把你們惹毛吧 而且我覺得他們不問就算了 他們都會叫女生去問 比如說開車開開 然後就說迷路了 然後就窗戶窍下說 你去問那個幾位大哥一下 是往左來往右 有人想說奇怪 你為什麼不自己問啊 因為女生比較近啊 對啊 沒有 就比較近啊 我們要負責 人都在那邊 你說你們要去那家老婆問 我們要固測了 都三筆不好問 要去那邊問 那你會找你老婆問 我不會 我會跟他說 你去Seven買一杯 幫我買一杯咖啡 然後順便問 你也怎麼講啊 對啊 那女生也會不願意問路嗎 我會問啊 你會問 OK 我覺得比較快 加油 他比較務實耶 實際了嗎 對 好無聊 他就真的啊 你是不是男人啊你 竟然會問你 有一套自以為的情緒 什麼意思呢 是誰發生過的 很多耶 都有 什麼意思 我有遇過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那些男生幼稚行為都還好 我遇過 到近幾年遇過一個很特殊的是 他竟然會 又先讓你失落的那種驚喜 自以為是的情 譬如說 譬如說他去出差 他說出差五天 可是可能他第三天第四天 會突然出現 那很恐怖耶 對 他就會覺得驚喜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一點都不驚喜 因為我的行程可能安排好了 你這樣突然出現 或者是 譬如說很恐怖 譬如說今天晚上 可能我今天考 譬如我今天八點收工說 要不要一起吃晚餐 他說我不行耶 然後什麼 他那邊要弄比較晚 那我就覺得 那我不能跟他吃飯 那我可能就跟姐妹約了 對 就跟姐妹約好之後 然後可能八點他就出現在 我下班的樓下 我說我來接你 驚喜這樣 然後妳已經跟姐妹約好了 對 一點都不驚喜 好討厭喔 你這樣我要跟姐妹取消 還是我要硬帶你去 我也沒跟姐妹說 男朋友會去 那我這樣到底是 硬要喬你去 還是我要取消我姐妹那邊 他每次都 製造這種兩男給我 我跟他講過好多次 這真的不會讓我 比較開心 所以這應該已經分手了吧 就沒有在一起 就是他不算男朋友 就是在曖昧階段的時候 他就常常做這種事情 對 我覺得你老公現在 還有心情跟你 來驚喜這一套嗎 我老公不搞這一套的 就是我們兩個 都是比較務實的人 所以我們不會 我們兩個都不喜歡 妳已經多久有沒有親密了 這個問題 算了 我有衛生紙 S級 那你呢 我 7、8年 7、8年吧 不可能 這邊還有衛生紙 我不會想哭 因為我也不想跟他 對 我覺得有小孩真的很難 我沒有辦法 投入在那個浪漫的氛圍裡 妳的良心講 是不是妳看他也看膩了 我沒有看膩 他還是我心中最帥的那一個人 你真的是演員嗎 他還是我心中最帥的那個人 變鬼騙 會製造這種莫名其妙的驚喜嗎 那是有鬼吧 對 我覺得男生應該有鬼吧 對 那有問題 莫名的突然出現 對 那個不好玩 應該是因為那邊不好玩 對 應該是那邊不好玩 就突然間 是這樣 張一拆不行 男生的情趣一定是什麼 在對方在喝水的時候 故意去 波拉下面 對啊 超好笑 一定是這樣 超好笑 妳看我一下 我這邊好像有那個 養養的 養養的 就放屁 沒錯 好玩 所以你們都玩這些放屁 一定有 這基本款 這一定有 那中華會有做過什麼行為 是很幼稚的嗎 我會跟我兒子搶母乳喝以前嗎 對 好喝 就是我還在餵嘛 還在那邊沒來喝 為什麼 直接吸上去嗎 我就吃醋美 我覺得我是吃醋 我會覺得我的老婆 你不會吸 你會吸 我會覺得 那個什麼味道 老婆我可以吸一下 那我的問題 你有吸出節奏嗎 應該有吧 我就看著我那邊 就是 就看它怎麼 其實是舌頭 放在哪個部位吸 對 它有特殊的力量 對 然後就好奇 那你有吸出乳 有 有 一隻一隻 怎麼突然 沒有感覺 怎麼突然 你怎麼突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突然講出來了 可以嗎 對 一隻一隻 因為我老婆在那個 你老婆沒有賞你巴掌 這很值得 被賞耶 那他可能真的很愛我 我覺得 那來看一下 男人幼稚行為的 第四項是 聊到吧 Major 嘿嘿嘿 你們也有這種 這是 兄弟之間的默契嗎 會啊 很多啊 你都看到正妹或什麼的 很多我們 對 男生一定都會啊 玩遊戲 永遠都會有手勢這樣 對 然後我都會去邀請女孩子 來我們這座喝酒 都要請你們喝酒這樣 所以要怎麼樣 就是看 如果看到正妹 你通常會跟兄弟施什麼 手勢還是野手勢 我通常都是兄弟看到正妹 叫我去約 你是 我是負責約的 我們是負責 我是負責約的 然後就 我朋友想要請你們來喝酒 然後 這一群妹妹就會跟著過來 因為有免費的酒喝嘛 可是過去之後你的朋友 會不會都很醜 所以叫我去約啊 都有醜 所以只有一個 你一個帥的喔 其他就 也沒有到很醜 就是一般 但主要我去約 成功率比較高 當然啊 所以我就負責都去約 因為大家就是要開心而已 那如果你看到漂亮的女生 你會跟兄弟死什麼顏色 就眼神 一個就可以 你呢 你會死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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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們會 我們男生打PASS 就是因為有時候在聊天 可是你的PASS 又不想被發現 為什麼走在路上 就還不錯走過去 我們就會 有些那種 可以耶 然後 所以你是說 等一下要去哪裡 好 你很顯得吧 最凹 最凹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不確定 那有些到底 O不OK的時候 你先 他會先 然後我們會繼續聊 然後我們都不看他 我們都不看他 他就說 我有在叫我 然後我們就繼續聊 等一下不看我們這樣 然後有人會出動嗎 不會 我們就是看好玩的 所以你不會主動出集去約女生 不會 所以哈孝遠呢 我就是 我就是坐在那邊 派最佳出去 但是我們比如說在比賽的時候 你看比如說比賽 暫停下來對不對 一定會有五個在 要準備比賽的球員 然後總教練在畫戰術 那其他球員都是圍在後面對不對 我跟你講 圍在後面的球員 絕對不會聽戰術 昨天那個 後櫃 我昨天吃到一個後櫃 什麼後櫃 你們不懂嗎 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不懂嗎 真的不懂 後櫃是什麼 後櫃就是 像我們之間 比如說 也是一個代名詞 比如說男生昨天 比如說我的朋友 出去 昨天有斬禍了 有帶女生回家 對 然後我們就會 那比如說今天 我們又在玩 然後現場 又有其他女生 我們總不能講 怎麼樣 你昨天帶那個女生怎麼樣 這樣不行 別的女生就知道 不好 那我們就會講說 怎麼樣 昨天 昨天 OK嗎 我跟妳講 昨天那個後櫃 後櫃就是很開心的意思 對 那有時候假如說 比較不開心 或這個女生 她的一些 還好 對 還好 拍櫃 早上夾就拍櫃 之類的 或者是有一些 你也有這種時代過 有 或者是有一些 你有吃過後櫃嗎 我沒有 我沒有 我都吃拍櫃 我都吃拍櫃 你真的要拍櫃吃喔 沒有啦 沒有 我們就都會啦 都會有這種 你有吃過後櫃嗎 比如說就是 對 你幹嘛過來 你也熟賴 一定有啊 就是 就開心完以後 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 像因為像 我有一個隊友 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那時候要比賽 然後有一個女生 他來找他這樣子 然後通常 比賽 那有女生來找他 拜託他怎麼可能會 怎麼一定 體力耗費很大 對 結果隔天 比賽打超好 然後球隊靠他贏球 我們大家就會虧他說 人吃得好過喔 這樣子 對 然後或者是 球隊靠他贏球 不會說野獸吧 沒有...不是... 大學的時候 中華那如果 日本的男生 在街上看到漂亮女生 你們會搭勝嗎 一定會搭勝 內獎... 一定要... 去過日本的應該都看過 我們當過客戚 那也是酒店的那個 對 我們就是客戚 而且一定要這麼急躁嗎 就是...我們就是 因為他很忙 我們也要跟著忙 我們要搭配他的腳步 因為日本走路都很快一點 對...他很快一點 內獎...大丈夫... 內獎... 沒事...大丈夫...OK 內獎... 有成功過嗎 這是... 這是什麼... 沒有...這不是故事 這是故事成功喔 你這感覺是要發小明天 而且感覺是酒店要真美 對啊 沒有...我們任何工作去搭勝都是這樣子 都一定要給名片喔 是假的啊 就是...就是類似... 譬如說有人在發衛生紙 你給我五包 就是演那個人 人家以人以為發衛生紙 就是...就是發衛生紙 跟他聊天 所以你講的話會是什麼 就說... 你等一下幹嘛 你等人嗎 哪裡してる 待ってる 就是你在等誰嗎 這樣子 我沒等 這樣...卡拉OK 可以去唱歌 唱了一個歌 因為日本卡拉OK可以喝酒 喝了酒就FREE STYLE FREE STYLE 那邊就開始FREE STYLE 那邊就是FREE STYLE 對... 能不能成就看你的FREE STYLE的表演 表現得好不好 對 所以你在日本成功率高不高 還滿高的 以前... 以前不知道這個能不能炫耀 我不知道以前... 以前我們高中是男校 我們幫你把關 對 然後我們是男校 然後對面這個女校 我們那邊就是... 幾乎都是運動員 然後跟不良少年 然後我們都會去... 就是... 車站嘛 就有著手扶梯 就偷看內褲 就是小時候都會做這種 很奇怪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因為常常這樣做 車站出來的公布欄 就會說... 什麼什麼什麼女中 你們千萬不要... 什麼什麼什麼男... 男子高中來往 因為他們是... 不良少年 對 他們是不良少年 就會被通緝 然後可能去... 被通緝 就是... 有高中 就是... 你穿這個 我也穿這個 他看我就... 就是... 他會拒絕我們 你們覺得他已經... 壞到出名 被拒絕 對 但是我們還是正義的一方 我們以前會... 這個我必須講 我們以前... 你都被通緝了 以前我們多麼的正義 因為要擺回這個顏面 我們會在電車上面 去找那個吃汗 然後他可能摸一個女的 就是... 你怎麼摸女朋友 你給我下車 就是下車 你要給我十萬塊還是我報警 這是... 沒有... 又錯了 我們又錯了 沒有 動詩形就算了 我們需要通告費嘛 我們一群男的需要通告費 對不對 要分錢 你是很流氓耶你 沒有 因為他騷擾那個女中 他是吃汗 很嚴重吧 你是不是什麼風車主管 你一定是主管對不對 這段也一併說 那是問題 對 以前就會做這種 幫忙女生解決問題 可是你給人家要錢 對啊 有要到嗎 然後不給會怎樣 就是先來一套 餓之餓 拳法 對啊拳法 先來一套拳法 你是不是說你都玩音樂的 就是...很多朋友嘛 壞朋友 比較多 就... Let's go 他們就會去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然後電車來的時候 電車門一開 他們會自動開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 這年輕人 絕對好奇怪 對 就是電車他們自動開路 其實還有自己五項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項是 同一個梗 講一輩子 女生有... 學男生會這樣嗎 最受不了的就是 每次一群男生 一個九局大概會出現 不十幾次這種手勢還 他最會 那你就... 就是要收掉嗎 講一下就... 我也收掉 對... 你看到我會想吐 你會不會 所以覺得到底 要會... 這個叫有啦 一定要的啦 好噁心 超噁心的 然後那個臉就是那個臉 我不會 但因為有點困擾 因為他一直頻率在那邊 這樣走 對 就一整個晚上 大概十幾二十次這種 到底在會什麼 小小你是不是喜歡 我沒有 我怎麼可能喜歡 你自己是不是也會這樣 他自己也會好不好 自己名就會 張宇...你在看電影 張宇也會 你在KDV上Rap的時候不會叫嗎 會啦 會啦 喝醉的時候可以 對嘛 如果有人喝很大杯 你會怎麼樣 那你會灰什麼 我不會 我只會就是很厲害 對 對 我真的好討厭這招喔 到底要灰多 而且還有各式各樣 有前面然後後面 各式各樣 還有那種烏嘴巴 對 然後彎腰什麼各種 表情應該很苦 所以你們籃球員 有特地的這種方法嗎 都會吧 都會 籃球是在 什麼情況下要這樣 籃球我們比較少這樣 那我們比較會 這籃球是怎樣 喝酒啊 對 來單挑啊 來輸贏啊 表情 好晃喔 很晃耶 你沒有裝布丁嗎 好晃喔 好晃喔 超像的 這籃球員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大概就是 會不會這樣子 這也會吧 這個應該不太好 不太會這樣子 運動家精神就沒了 籃球員是找到哪 都要拍那個板子 或者是那個跳投吧 很多男生很愛在這邊跳投 拍門框 不知道在投什麼 那個不是籃球員 那個只是就是 打籃球的人 土憋喜歡打籃球 不 他不會這樣子 我們 我們打 我們怎麼可能走 什麼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我們不會 我們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比如說對上 惡人得分的人 是不是會這樣走過去 然後拍他屁股 對啊 會啊 一定會嗎 就這樣 身東即興 還有男生丟垃圾的時候 一定要 一定要這樣 對 他們不能走到垃圾桶 那邊這樣丟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都是土憋 所以你丟垃圾 會好好扯到垃圾桶嗎 我們家的垃圾桶 都有蓋子 用踩的這樣子 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你已經頭不準了 他才可以拿 他被我一直笑 我現在還會被我一直笑 對 丟不進 就是 怎麼那麼遜 你知道 那會一直聊什麼 同一個梗嗎 比如說 會 會 比如說像我們 我們就是 因為高中大家都是 我們以前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教練叫阿布拉 他講話就很唬爛 他超級會唬爛的 然後我們每次只要 大家一聚會就會開始 一直講他以前講的故事 就比如說我們老師就講說 他以前是學田徑的 他就說他在田徑場上丟標槍 然後他就看到遠處 有一個很多的 就是很遠 有一個人站在那邊 他就跟旁邊講說 你幫我叫他走開 不然我怕我叼槍 叼槍丟過去 會插到他的腿 然後他就說 白癡怎麼可能 你要是丟到他的話 你就是破世界紀錄 他說好啊來啊 然後一丟就直接插到他 就真的插到他 他說插到他的腿 你說是阿布拉講的是不是 阿布拉講的 然後阿布拉很緊張 跑過去跟他講說 先生你沒事吧 然後那個先生 他就 這是 這是 對 這真的嗎 好難喔 他就很難 他就很難 你就是會不會出 阿布拉講的點那個 你剛剛一直在說 我還以為 但是這真的是阿布拉講的 我們教練講好多 我們教練講好多這種 他以前跟我講說 對 他就跟我講說什麼 就什麼 他說你們等於要下課要去哪裡 我說我們等一下 老師我們等一下下課打保齡球 打保齡球 老師小時候保齡球 一局都拉五百多分的 我們反而說 三百 三百 你打五百 沒有 他就講說 什麼時候改規則了 然後我們就是 反正只要聚在一起 我們就會開始 一直霸聊特聊 阿布拉的故事 對 就一定都會講 所以即使到現在長大聚位 還是在聊阿布拉嗎 到現在還在聊阿布拉 對 日本人會講 同一個故事笑話 一直重複嗎 我們會聊一個 以前我們八年過老師 不是 不是阿布拉吧 不是阿布拉吧 不是 也不是說霸凌 那就是 算是事故 對 因為 我們上完體育課 我們都會搜球 然後我們知道那個 那個足球老師 只要有球沒有搜 他就會把它 踢到窗戶裡面去 就踢 就是罵我們 我們就有一次把 就拿一個 不知道是哪個女生 我講的 我們這一票的 好耶 不只放那邊 現在看來就這樣 老師 老師踢了 然後第二天就是 昨天是誰 然後把他聊到那邊 然後我們就一起 不聊到那邊 沒有 不錯 可以的 不是我們 就是 你們真的很有才華 可以把保麗球畫成 我們那個男校 都是運動員 每個人都是 不然有點低 還想藝術家耶 我們那個運動 都就是這樣子 很厲害耶 要畫出來 要很像耶 要顆粒狀大才會 要很像耶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因為那個事件之後 我們足球花樣變了 再也不能這樣 黑白那個 變得很複雜是不是 對 要變複雜一點 不好畫了 防偽標記 小時候常常 張瑞家會嗎 因為我是讀夜校嘛 然後因為可能 要上課的時候 可能大家 都已經晚餐了 所以大家想說 同學想說 讓我們先敲課出去吃點東西 再回來上課 那我是被邀請的 所以我們就是 敲課出去吃完東西之後 回來的時候 好死不死就碰到尋找主任 然後主任 連誰都沒有講 就直接說 張瑞家是妳帶頭的 是妳帶同學出去吃東西 我就狠呼是說 我是被邀的耶 然後這樣莫名要 記我一個大過 那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是運動員 我想要體育保送 所以我不能有任何 暗記大過 所以我就求老師說 妳可以給我兩個警告就好嗎 因為我真的只是被邀去吃飯 被邀去吃飯 看起來也很不合理啊 對 就很莫名就是 所以最後他真的給妳兩個警告而已 對 就是真的要應酬 不然真的沒辦法 好險... 只是跪地求饒 他就放你走 對 還有做別的嗎 沒有 做別的 還在做什麼 還在做什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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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目前三位男生 你們覺得誰最幼稚 中華吧 中華嗎 大家都一試認為是中華嗎 對啊 所以幼稚的男生 其實有的時候還蠻討人喜歡的 對啊 而且比較好聊嘛 比較好聊 結果進入這集之後 好 大家讓妳講一下 陳文的男士 阿姐就是在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 然後它是全新的精緻的八點檔大戲 因為它全部的場景都是在外景 在家裡的這個樸子的地方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因為裡面有歡笑跟淚水 希望我們會喜歡這部 這部阿姐這部八點檔電視劇 是每天晚上八點鐘 對 然後目前才播出第一集而已 所以是就已經創造第一了 對 不過大家也不要太緊張了 第一集而已 你幹嘛啦 會越來越好 你才是真的又製造王吧 又來了 又來了 看誰先看到動物生的高層呢 你要去開外來是不是 對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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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